就我就想对这些绿营人士讲 好了啦 如果今天是韩国瑜或侯友宜当选执政 你们肯定乐见 国民党的官员怎么可以说谎 比如说我看有人留言 他说法庭审判尚且保障被告人 沉默和反驳权 你们却把公务员的沉默权和反驳权的剥夺 在国会搞中共那套 只需老师交代不许乱说乱动的暴政 怎么可以让一般人和企业去立法院作证 随便抓个看不顺眼的人去立法院公审 这不就侵犯人权是中共的批斗会吗 我忍不住真的是讲述的广播不应该讲的话 真的是觉得这些用字潜词是愚蠢是可笑 那因为可能很多人也都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谣言散播的才很快 所以还是今天借有这个机会来稍微解释一下 我讲五点反驳 尤其第五点最重要 第一 让一般人和企业去立法院作证 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在干的事情 不是中共 所以难道大家忘记了吗 就脸书的祖克博 抖音的周寿姿 都去美国的听证会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让一般人让企业去国会作证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中共还没有这件事 第二 就是把调查范围纳入一般人民 正是民进党当年 尤美女顾立雄还有陈其迈都支持的版本 这是民进党当年自己支持的 再第三 拿被告来对比 那就是更荒谬 因为官员不是被告 所以官员没有被告的所谓的监默权 而且被告如果说谎 会怎么样 他在法官的新政上量刑就会加重 那常人如果说谎 或者在法庭上说谎 就会被判鬼证罪或者就是造谣 所以官员不能说谎 在合情合理啊 我本来就不能说谎啊 那再第四个 不可能随便抓一个人就来问 因为呢 就是在目前的 蓝白版本的国会修正条文 当中的其实很清楚 就是规定 就是你调查的事项 必须是跟议案 还有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相关 才有办法调查 所以就不可能比如说 不可能去调查一个 女明星 你们每天早餐吃什么 不可能去调查这个东西 就是违反职权的 那再来要启动这个调查 必须是要院会的过半同意 所以也不可能是 有哪一个个别的立委 能够为了他的个案 然后让其他委员都谈议 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再来如果真的涉及到了 比如说谷安啊 隐私啊 商业机密啊 或者与调查案件无关 那当事人都可以拒绝作证 而且都可以请律师陪同 所以根本不会发生 这种所谓的侵犯人权的问题 再来呢 第五个最重要的是 就我想对这些律营人士讲 好了啦 如果今天是韩国瑜或侯友宜当选执政 你们肯定乐见 嘿国民党的官员怎么可以说话 给民进党的立委修理啊 你们肯定乐见 把什么蓝营金主 统派人士 通通都叫到立法院修理啊 现在在那边讲 哎呀人权啊 怎么可以把我们叫到立法院 基本上根本就叫不到你这种小咖啦 就以为你是谁啊 还要叫你 对吧 你有拿到超市的鸡蛋吗 你有做高端疫苗发大财吗 还是你是拿到快塞的小吃点 都不是嘛 根本就叫不到你 而且就别忘了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执政 民进党想要通过这个法 你一定是支持的态度 你一定巴不得啊 中间的老板啊 中广的老板啊 通通都被交到立法院